河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 不僅貫穿埃及 更穿越整個桑拉拉沙坡 為非洲東北部帶來無限生機 在古時候阿拉伯人 他們到世界各地去進行貿易活動 靠的就是他們的帆船 而鴨子現在佔的這個 就是阿拉伯人他們傳統的風帆 你看他這個帆船 哇 帆真的很大一面 但是他整個造型 跟那時候鴨子在阿曼做的單軌帆船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後面這一位就是我的船長 Captain Captain 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看這個帆船 你就是要看它的順風跟逆風 現在我們的風向是往哪一邊走 風往這一邊走喔 其實這個船長後面還有帶了一個小助手 這個是需要同心協力才可以動的 真的耶 他就這樣子推喔 我來幫他忙 很重耶 小心手喔 在這個船軌上面 其實我發現它有很多這種不一樣顏色的 這個突出來的部分 這是樓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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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嗎 你可以試試 我可以試試 好 小心 好了 我的極限了 我不敢再上去 因為 蛤 沒夠踩的地方真的很小 你爬上來這個上面的時候啊 是在看方向嗎 還是在幹嘛 沒有 我們會出發 沒有 我們會出發 因為我們會出發 可以試試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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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走 走 我的天啊 他也爬太高了吧 後面小助手呢 把他的繩子 一直放一直放 他的風板就會捲起來了 所以其實他們不太需要用到人力 把他捲動 他好像猴子一樣喔 Captain 你OK 你OK啊 我看了 頭好暈喔 我覺得很不OK耶 他真的爬得很高到現在啊 大概是我們一般樓房那種 至少三層半樓這麼高耶 而且他身上沒有綁任何的安全措施 就這樣子爬上去把繩子收起來了 不說你不知道 早在八千年前 尼羅河上就有蘆草船體的繩船 可說是現代繩船的始祖 每年十一月到隔年三月呢 氣候較涼爽 是搭船遊河的最佳時期 展開風帆遇風而行可以逆流而上 收起風帆則是順流而下 而下午呢 又比早上容易起風 可說是最環保的交通工具 有時候的天氣啊 只有今天這樣子 風不是很大 你還是會需要借助一點人力的 不過 他這個獎 也太大了 你可以看到啊 他這個獎的形狀呢 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 寬度 出席有所不同 越尾端呢就越薄 越尾端呢就越薄 為什麼這部分這麼大 因為這部分很大 因為這部分很大 哦 你必須配合尺寸 OK 就講話當然就走不動 撞到岸了 啊 要撞了 要撞了 加油 我留下了帥氣的汗滴 是在我的鼻頭上嗎 滿了頭都是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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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聽耶 而且是第一首 等一下我 我 我看他被 被嚇死 是第一首 我會跟著唱的成歌耶 不過好像唱了成歌之後 這樣子滑獎 比較不累的感覺喔 Good OK 嘿 嘿 嗚 尼羅河為埃及帶來的恩典 居然是定期泛濫 洪水來時會淹沒河畔農田 消退後呢就會留下厚厚的河泥 變成適合耕種的肥沃土壤 不過自從亞斯文高霸完成後 尼羅河就不再氾濫囉 只留下兩岸古老的聚落 你看我身邊的跟著這兩位呢 哇 他們手上還有牽著一隻小毛鯉 其實這是一對副子檔 在他們的隔壁這邊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觀光行業 就是騎了這個小毛鯉 帶你去逛逛 認識他們的這個村子喔 這樣子讓我想到那首歌啊 我有一隻小毛鯉 抱歉 他們是真的自己主人從來都不騎 反正是讓客人騎呢 我可以騎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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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事 安全嗎 是安全嗎 是安全嗎 好吧 我會用你的話 走吧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個驢子的坑上嗎 他就只有放了這個軟墊而已 也沒有凳子 也沒有可以扶著 喔 OK 還好有這個 爸爸他的肩膀可以讓我扶著 OK Let's go 這樣我就覺得安全一點 雅兹現在拜訪的地區 在古時候叫做努比亞 相當於現代埃及南部以及蘇丹北部 努比亞曾經是一個獨立王國 至今仍保有自己的語言 而目前在陸克索 主要的居民就是努比亞人 他們過著傳統的農耕生活 偶爾為觀光客做祥島 帶他們認識村落 你現在要做什麼東西啊 吃他們那種傳統的餅就對了 那這麵糰 不會非常黏手耶 你知道它這個麵糰有多濕嗎 給你看 旁邊 底下去還有這麼多的水耶 這個好像台灣在做潤餅皮喔 你看它這個麵糰糊成這樣耶 有沒有看到那個手勢 沾一點麵粉 好妙喔 酷不酷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以為它是石板 沒想到它好輕 這個呢 是稻草 再混上紙 把它 弄水之後 然後把它壓成的耶 然後上面它撒了很多這種細細的粉啊 這個其實就是他們那種 一般其他的骨子磨成的 顆粒比較粗一點 等一下 我弄不起來 救命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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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子像不像在玩溜溜球 對 我對不起你 我對不起你 小子你幹嘛 等一下 黏住了 這是什麼大兵這個啊 我就不相信 憑鴨子我行遍世界各地 雖然說吃得比做得多 廚藝也算是不差的啊 居然會被這黏乎乎的麵團給打敗 但是這難纏的麵團 簡直跟我的手難分難捨 不過我還真好奇喔 這樣軟趴趴的麵糊 真的是在做麵包嗎 而且更讓我吃驚的是 柔好的麵團 居然要拿到將近攝氏40度的烈浴下 做浴光浴 啊 剛剛那個媽咪說 這個要曬兩個鐘頭的麵團 之後它就會大變身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還真的是蠻期待的喔 沒想到熱情的陽光不只烤人 也可以用來烤麵包 努比亞人真是聰明呢 他現在就是這樣用手啊 把這個葉子給弄成碎碎的 辣椒 OK OK 吃起來有菠菜的感覺耶 我這一鍋米飯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正在炒啊 你有沒有發現它在飯裡面 有這樣子一條一條黃黃的東西 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它就是我手上的這一包 它不是麵條喔 你看它是麵條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麵條 它是意大利麵Pasta耶 有不有趣就是那種很細的麵 然後把它弄成這樣子碎碎的 和台灣的代客知道一樣 媽媽殺了一隻雞 來迎接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 而燉雞的湯汁呢 還可以拿來煮飯喔 或者當作其他燉菜的湯底 真是一舉數得耶 看到看到 哇 有沒有看到啊 阿嬤現在手上拿一隻小小的牙籤 她把它這個麵皮啊 上面割一圈耶 裡面啊 它真的已經開始膨脹了 而且這個麵團啊 都擠出來外面耶 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生活之後 我們終於可以烤餅囉 現在就要把這個餅給放進去啊 哇不得了不得了 烤的方法我覺得很像是那種 烤義大利披薩的感覺 哇 哇 看這餅好肥喔 胖了胖了胖了 接下來他們還要再把這些菜 我們剛剛在廚房裡面準備的這些料呢 丟進去 放在最裡面的位置 然後這種燉菜的方式呢 據說也是路客所他們這個地方 特有的吃法 看起來是不是很過癮啊 這個用泥土所建造的傳統大腰 可說是每個努比亞家庭最重要的吃飯傢伙 想要做出好料理一定少不了他 等到整個土窯溫度都燒燙了後 就可以把菜窯一道道送入窯裡燜烤 大概15到20分鐘之後 就可以依照烹煮的程度陸續出爐囉 嗯 埃及標準時間是什麼時間呢 就是吃飯時間到了 我的麵包烤好了 OK Let's take it out 他們旁邊啊 就有自己做的這種草盤啊 專門是拿來裝麵包的 哇 酷不酷 震不震 燙燙燙 好 真的要我拿喔 啊 很燙啊 吃飯囉 Let's go 有沒有發現他這個麵包的形狀啊 是這樣子 側面是看起來這樣子鼓鼓的 這個我們在埃及的象形文字裡面 其實有看到很多類似的符號 你猜的沒有錯 他指的就是這個麵包 哇好香喔 它這個側面看起來好像我們的花柜耶 這麼扎實 它有點軟 外面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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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這樣子掰下來沾喔 這個啊我知道它是什麼 它就是我剛剛跟阿嬤一直在那邊 用手搓揉的那個很像菜葉的東西 它把它做成像是湯一樣耶 那個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鮮菜炒小魚 一模一樣的味道 而且它吃起來一樣是有黏性耶 然後這個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烤雞 它這個烤雞超風 呃怎麼講 呃超功夫的 它要先在後面啊 用水煮過之後 拿去舀裡面烤 烤完之後再拿來這樣子用炸的耶 除了剛剛講的那個烤雞之外啊 努力亞人他們最著名的呢 就是燉菜了 你喜歡這個菜嗎 嗯 對 對 嗯 嗯 我喜歡 嗯 忙了一早上 能吃到美味又有特色的努比亞菜 真的很值得 但媽媽私下告訴我 平常他們吃飯啊可沒這麼豐盛喔 準備這一大桌菜啊 是為了讓我們品嘗道地的努比亞料理 雖然努比亞王國也消失在地圖上 但他們依然保有許多美好的傳統 像是好吃的燉菜 色彩鮮豔的房舍 當然還有不便的真誠笑容